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华人的朋友出来了 他们可能以前并不关心政治或者是并不在意 但是这一次其实有很多的人都明白说 政治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重要 然后大家会出来说做这个volunteer啊 然后来拉票啊等等等等 这也是显示我们华人社区里面对这个关注度有很多的提高 但是在这一次呢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篇报道 这个报道让我看完了之后简直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 这就是一篇什么报道呢 就是一篇来自这个美洲华联社的报道啊 他这个报道是这么写的 这个title是写说 警惕麦卡锡主义抬头 亚裔社区反对嫖淫珠 抹红华裔竞选对手 啥意思 你听完这title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我大概可以想象 就是说一个韩国的国会议员吧 然后就是种族歧视华人 哦你看完是这样理解是不是 我当时看完我完全一头雾水 就跟那个时候川普那时候说 Chinese virus那时候 然后所有的人都开始说什么 他就是在歧视华人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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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哦所以是这样对不对 那我当时看完来这个title之后呢 其实我并不是很明白 就是抹红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一般说他会抹黑什么竞争对手嘛 所以就从这个看下去之后就了解到 我说这个事件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10月29号那天啊 有一群华人的组织啊 跑到国会女议员的竞选办公室的门口 大声抗议 去的人数之多呀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一般华人大概在这方面不会特别团结 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特别团结 去了很多人 然后就在人家门口大声的叫喊 举了很多牌子啊 那他们抗议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加州45国会选期的这个候选人 有两个候选人嘛 对不对 一个是民主党 一个是共和党 那民主党的候选人呢 叫做Jay Chen 中文名字叫做陈介飞 是一个台湾来的移民 好那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呢 是个韩国人 他叫朴银珠 他英文名叫做Michelle Steele 他现在就是这个现任的那个区的一个议员 那这个原因为什么说这些支持民主党的这些华人 跑到人家的韩国人门口去抗议 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 在竞选看板呢 就我们看到路上有很多插牌 就是支持谁 不支持谁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说在那个看板上呢 上面写的就是说呢 这个朴银珠啊 他列举了陈介飞的三大罪状 那这些呢 是我从这个报纸上面摘下来 这个article上面摘下来 他第一点 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陈介飞啊 说不能选啊 说为啥呢 说这个陈介飞呢 他曾经投票支持 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资助的项目 在教育系统里面 这个项目叫什么 叫孔子学院 就他曾经投票 同意要建立这个孔子学院啊 但是呢 现在的美国国务院已经给这个孔子学院贴上标签了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选串工具 说这是第一点 说不能选这个人的原因 第二点呢 说不能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说这个人呢 他曾经投票决定要裁员裁掉150多名教师还有员工 但是他同时呢 投这个票的时候呢 他却投票批准说要雇一个人 这人是干嘛呢 是税客 一个月花5000美元去雇他 然后并且呢 花费数千美元 为他自己还有其他人支付前往中国旅行的这个费用吧 那第三点呢 在这边说的就是说这个联邦选举委员会啊 针对陈建飞的国会竞选活动提出了一个投诉 那投诉的理由就是说呢 他这个 有一位非常主要的给他提供资金的一个捐助者 这个人是中国的 所以呢 是他在那个板子上列了这三点 就那个意思告诉他就是说啊 他的竞选对手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样的行为呢 就激怒了这些华人的组织啊 所以他们就跑到人这个门口 就是在那很大声的这个抗议啊 投诉啊等等等等啊 因为他们是认为说这个朴银珠啊 他就是根本就是在抹红 这个华裔的竞选对手 抹红的意思就是说 共产党不是红色吗 就是抹红 就是非得说给他贴上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标签啊 那很多人去了之后说 这个韩国人呢 他这么做 就是挑起了这个族裔的冲突啊 加剧了对亚裔的仇恨 这个人应该马上给我辞职 而且他们也提出了说 一定要警惕这个麦卡锡主义啊 在美国正式里面有重新抬头的这个趋势 那首先就想说 这东西他指控这三点 是不是都是真的吗 我觉得人家 他是现任的国会议员 对 如果没有一点证据 他大概也不会胡说八道 对 那他既然提出这三点 你作为陈介斐也好 或者是陈介斐的支持者也好 你要针对这三点来反驳 就是到底是真的 还是不是真的 真的拿出证据 不是真的拿出证据 你不能说随便组织一群人 就到人家门口说 啊你什么挑起 No回答我问题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真的 然后这些指控也都是真的 只是就是一群人听了这个东西就说 啊他是反中国人 然后反华人 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全部一群人开始就去了 我觉得我看完了整个这个报道之后 我也觉得当天去抗议的人 出来发言的这些所谓在洛杉矶华人区里头 还算是有头有脸吧 我觉得他们受教育的水平都是相当的低 就是不管他是以前做过什么 不管他现在年纪多大 我觉得讲出来的话 不仅没水平没知识没文化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的是 共产主义思想就代表中国人 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就是只有中国人才支持共产主义思想吗 啊那除了中国以外的地方 到底会不会有共产主义 如果这个朴云珠指责这个陈介斐 说这个人他实行的东西 他支持的东西 全部都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其实在美国政治界里面 有很多白的发光的老外 很多皮肤比较幽黑的老沫 他都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比如说像这个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共产主义 他就是以socialist system来治国 他每次就说什么 你看丹麦啊 你看什么芬兰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都是共产主义的啊 我们可以讲往那个方向走 Bernie Sanders就是一个共产主义人士 对那不光是Bernie Sanders啊 像AOC Nancy Pelosi Joe Biden Mid Romney 还有Judy Chu 赵美心女士 还有拿大也有啊 Justin Tudor 还有包括这次秦政国的那个对手 Linda Sanchez 他也是一个共产主义人士 对也就是说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民主党人 他们支持的全部都是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 所以这个东西跟你肤色跟你是来自哪个国家跟你人种 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的 但是我们亲爱的华人朋友们去到人家门口大声叫嚣的华人朋友们 他们觉得被侮辱了 为什么因为他们狭隘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存在在中国 他们不知道这个是整个世界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 他们不知道美国一直在跟这种意识形态在做斗争 所以这个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根本就不了解什么东西是共产主义 他们就跑到人家门口骂 认为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其中的一员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说 下面几位参加了那天游行的人 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啊 这件事他们到底怎么说 我是Tony丁丁言语 我今天来是我以我们IPAC的member 我也是免疫主席的身份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虽然我是现在还是SENGAP的市长 但是我今天是代表个个人 那就是我们的组织一起来针对Michelle Steele 对她的最后抹红了作画的一个不论统 我们这今天来我们是要秀我们华人社区的love 去出示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我们的国会议员竟然用这种挑起种族冲突的做法 用这种能够强化我们是永久的外国人的这种做法 一种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 出现上纲这个上线的一种做法 这样的政客我们绝对不能让他走 重新回到美国国会 李银中用火狐的下列手法 质疑我们的在美国出生 在中东同军的英雄爱国者陈介飞 对美国出生把他摇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 实际上我对美国这几年的选举 非常的失望 都不太感兴趣 觉得选谁都不重要了 但是 现在 在我们南加州竟然也出现了 选举要打中国牌 那我觉得不法 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事情 就说你不是在议论美国的宠政 怎么样治国 这是对鼓努力 对我们一种歧视 厉害了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你去问共产党的人 就是那种中国大陆来的共产党党员 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大概99.8%都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们在忙着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就是怎么讨好领导啊 然后怎么那个按照领导意念去控制人民呢 然后怎么能够包小三不被发现呢 怎么能够通过一些事情来贪污腐败啊 其实没有人真的知道 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理念到底是什么 反正就是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 其实两个东西是很像的 只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是要变成共产主义 对就是说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嘛 就是一个小的一个长大 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邓小平说的OK 所以这就是证明哈 就是邓小平也说的不一定对 就是这些有头有点人说的都不一定对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屏幕里头看到啊 这些说话的人他们都是谁呢 有一位还是市长哦 还是圣盖博士的市长哦 那他们这些人呢全都是华人社区里面 这个有头有脸的左派啊 那他们呢活了一辈子还以为共产主义就是代表中国人 然后他们还以为Jay Chen是台湾人 所以就一定反共产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奇怪的 我们这次看到很多参选的人哈 哪怕是来自那个委内瑞拉的 嗯 被国家都逼迫成那样的人 他们来这边他们还是在搞共产主义那一套 他们进了国会里面他们投票还是按照那一套来投哈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说到底什么叫共产主义 是不是你长着华人的脸你就是一定支持共产主义 你是不是台湾人你就一定是反共产主义 这个事到底跟你的肤色跟你长相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哈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共产主义的几个标志到底都有什么 啊那第一个就是企业国有化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归国家管 那企业没有自己的自由 企业要生产什么是国家做决定 这个东西需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呢 国家就给你多一点的资金 还有多一点的配额 让你去增产这些东西 一切是看国家的需要 而不是看市场经济 那第二个呢就是资产共享 就是你不需要有任何东西 You will own nothing and be happy 你可以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可以享受全部的东西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你不需要有车 因为有公共交通 你不需要有房子 因为有公共住宅 你不需要有厕所 因为有公共的浴室 还有公共的这个 你听什么大浴场是不是 大早堂啦 大早堂 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个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衣穿 人人有疏毒的这种想法在里面 就那种乌托邦吧 对对对对对 接下来就是削减私有财产 就是你这些东西都是公用的了 对不对 你如果说有一个私有的东西的话 你就是不应该 你就是反共产 你就是一个应该被攻击的敌人 你就是不支持我们一起做嘛 你快把你东西交上来 我们大家一起做 才能达到那样的目的嘛 对对对 就跟那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土法炼钢那个时候一样 收锅碗瓢盆全给拿走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大政府 他们支持政府越大越好 可以拥有越多的权力越好 然后人民越小就表示说 人民可以越团结的在政府下面 这是他们的思考模式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左派的立法 都是为了说政府再做出一个部门来 因为为了让我们社会更好 所以我们要立一个这个法 有这个法就得有人管 那我们就得开个部门 对 然后这个收出来的钱 那就都进了这个部门 对 就变成这个样子 什么for the people act 为了你的自由 为了你的民主 所以说你要把你的权力给我 我来帮你保障这些东西 对 那接下来呢就是 一切全部都要靠政府 各式各样的国家机器 各式各样的政府部门 OK 安全要靠政府 你不需要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 因为不用有枪啊 因为我们这警察24小时嘛 随叫随到 你只要打电话我们就来了 所以你啥也不需要 对对对 然后还有系统化的国家教育 你需要教你的小孩什么东西吗 一切听国家的就好 这就像周拜登一直在推说 哎呀我们不光要有公立的小学 我们要有更早的教育 是不是从kindergarten开始就给你洗脑 一直洗到那个大学毕业 对对对 你不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一切听国家的多好 还有接下来呢就是提高税收 因为你要这些东西的话 这些东西不是免费的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其他的人来付你这个钱嘛 所以很多人说 政府给我很多免费的福利的时候 其实都是有人付钱的 那个人就是你 对然后又说什么 pay your fair share 对对对 就是越有钱的人就拿的越多 你看你那么有钱 你打那么自私呢 多拿二钱出来吗 是不是 然后呢还有全民健保 这是每一个国家都觉得说 我们最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国家的保险是免费的 就是老百姓看病都不花钱 对台湾人觉得这是台湾的骄傲 觉得说哇你看我们台湾多棒 我们看病都不用付钱 我们怎样怎样都不用付钱 你看你们美国多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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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家生那种重病 那种绝症 然后要什么药的话 只有美国有 因为台湾有全民健保 为什么就是台湾有很多不治之症 然后要来美国什么博客 UCLA去看病 就是因为台湾有全民健保 所以它不会保障你那一部分 对对对 全民健保只能保障那种 比较一般的那种病 如果说你生了什么大病的话 那你就是要自肥 那接下来呢就是国家的选择 大于个人选择 国家的方向比较重要 我们要合一的为了国家而发展 我们生产力要为了国家 我们各方面的要为了国家 你的选择其实是可以被忽略的 你的选择可能是自私的 可能是对你个人好的 所以说国家比较重要 所以就是要牺牲小我嘛 然后共建国家 对 然后接下来呢 他们反对私有强制 每个共产主义起来的时候 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然后政权有了 把枪杆子完全收走了 对对对对 因为他知道枪杆子才出政权 所以一定要收 因为他怕你有了枪杆子 对 你们就再出政权了 他如果对你不好 你就给他给弄下去了嘛 对没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宪法第二 休正案的重要性 对没错 然后还有他反对宗教自由 因为宗教是会告诉你说 政府不是全部 上面是有一个比政府 还要更崇高的一个造物主 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佛教也好 各方面都是告诉你说 政府不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一个 我觉得佛教没太有 讲到这一点 佛教好像就是与世无争 然后佛教就是让你上 神山里头当和尚就是基本啥也不要管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多国家禁止 禁止的都是基督教 禁的都是圣经 就是说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你了就是谁才是你真正的神 但是别的大概他们都不太会 你没发现就是那些东西其实对你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他不会告诉你说同性恋到底行还是不行 他不会告诉你堕胎到底行还是不行 就是这些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的这种非常controversial 大家都会争论的问题 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东西告诉你说这到底行还是不行 那这个是宗教自由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有史以来只要有宗教的国家就一定会出现的一个政府一定会压迫的 只要那个皇帝他信的是佛教的话 道教基督教全部灭掉 然后为什么因为是我佛说的 我佛告诉我他想要当这个宗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传人吧 所以其实还是说这个领导人至上了 就是因为我认可的 我在他上面我认可他 所以你们都去学他 并不是说在领导人上面有个谁 说你们都听他的别听我 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支持人彼此对立 还有彼此斗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人要彼此对立 然后彼此斗争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继续掌权 他们才可以压迫他们不喜欢的那些人 对 那所以我们刚才大家已经了解了说 这个共产主义基本上的方向是什么 是不是跟美国的左派呀 他们做的是不是就是这些东西呀 所以不要再怀疑啊 他们根本就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那我们说到这就想说 因为Jay Chen这个人我们也不认识他 我们也不想要误会他 对不对 或许他是那种所谓的就是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呢 有可能吧 对不对 有的民主党人他大概只是支持堕胎 就是什么 就是他有一些方向还会跟共和党人会比较接近吧 I don't know 反正我们就是不想误会他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联络了Jay Chen的这个竞选办公室 然后我们希望他可以跟我们 不管是线上也好或者是坐下来也好 可以跟我们有一个对话 让我们了解他的政策 他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他 那包括像Michelle Steele呢 这个朴银珠 我们也已经跟他联络了 但是问题是人家现在就是现在的国会议员很忙 人都不在加州 人在华盛顿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理我们 那这两方我们都已经联络了 那接下来呢 在两方我们都还没有得到这个回答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上网去查了Jay Chen 那我们透过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他的脸书 以及他接受的报纸访论内容非常详细哦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说他说的这些方向他支持的到底都是什么 看完之后我不输所料啊 他不是什么温和派的共产党 他不是什么温和派的这个民主党人 先来第一点啊 他非常非常大力的就是跟现在民主党推行的这个方向完全都一样 就是这个同性婚姻这一块 他是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同性婚姻哈 那可能也是因为他是台湾人 现在台湾人就是努力推奉婚这个东西 我上次看了一个那个BBC的报道 然后就是那个BBC就说 很多台湾人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生活模式 然后所以说呢 开始去做军事训练 要来抵抗万一有一天中国侵入的话 然后那个人就说 那你想保护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一个台湾年轻人 然后就拿着那个BB枪 就说哦我们想要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像现在的话 台湾到现在都可以 男生跟男生都还是可以发生性行为 然后还可以结婚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这个就是你要保护的生活方式吗 不是就是你抵抗共产党的原因 是因为你想要同性恋 No台湾年轻人需要rise up OK那他不仅呢是支持同性婚姻哈 他还非常大力的支持堕胎 这个堕胎成为了他这一次选举中间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就是他自己主动推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他非常大力的支持堕胎 你不管是去看他Facebook上面的post 他就说哎呀你看我的竞选对手啊 他就说这个Michelle Steele 他居然说啊他不支持堕胎呀 我跟你讲我越看到Facebook我越喜欢Michelle 对从他骂的这个方向来看 我觉得那个Michelle支持的是非常正义 而且非常坚定的这样一种方式哈 那除了堕胎之外呢 这个哥们他还支持进枪 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就是共和党的人说要进枪的话我也不能接受 因为能保护我们其他权利的就是我们的枪 这个人应该最知道 因为他之前是一个海军的嘛 而且还是一个有sharpshooterlicense 就是狙击手的那一种 我记得之前我们采访那个Michelle Clements的时候 他就说他说人民可以拥有导弹吗 他就说maybe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 还有一点的就是这个人他支持提高税收 Pay your fair share 提高税收是每一个民主党想要的东西 然后每一个共产党也希望的东西 你把你的钱全部给我之后 我可以让所有的人的生活都变好 大家都可以吃虫 我可以有游艇 这就是所有的共产党在做的事情 对 而且我实在是不知道 我们真的还需要更多的税收吗 就现在的税收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花 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投资 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些钱 当成自己家里的钱那样去管 就跟那个Jack Gurelo说的一样 政府永远是最烂最烂的投资者 因为钱不是他的 他也不用负责 他也不用管 然后他要什么东西他再跟其他人要 然后他缺的东西的话 从你身上拔就好了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 他反对投票要看ID这件事情 因为他说我们应该要更多人 就跟左派说法都一样 我们要让更多人可以更简单 更直接的去投票 所以他觉得这个投票看ID 这是一个很种族歧视的事情 所以他反对投票看ID 还有一个就是他支持什么呢 我觉得这点让我听话特别无语 他支持建立公共交通 目的是为啥呢 建立公共交通 他目的不是为了方便你 他目的是为了减少私家汽车 就是我们公共交通那么方便 那你就不要开车了 你不开车你这不就是那个清洁能源了吗 那接下来呢 他还说到了一件事 就是川普这个1月6号 好像那一天 他说这1月6号啊 就是赤裸裸的对民主的威胁 那他还有呢 就是反对父母教育选择权 因为他以前在公立学校里面做过 他在校董会做过 然后之后他又去做了 college里面的trusting 所以呢 他是全力的推行 由政府掌控的公立教育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让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是哭笑不得的一个问题 人家那报纸问他说 你觉得 就是你想不想要吗 说这个拜登2024年还要再参选 你觉得好不好 他说yes 这很特别啊 他在民主党人里面都算特别的 对 很多民主党人都说求你了拜登 你不要再来 对 很多就是民主党的人 股票赔了一堆钱 然后现在那个油价怎样怎样怎样 很多都说 他不会再投给拜登了 如果说共和党派川普来的话 那就拜托民主党派其他的人 不要再让拜登继续做了 因为过的实在是太苦了 股票的那些钱全部变闭子 这个样子 但是这位人兄 他还是yes we want Biden 到现在了 他觉得拜登做得很好 而且2024他希望还继续做我们的总统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卷调查的link 就放在下面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 如果更有兴趣呢 可以大家去搜他 这个自己上网去查一下他名字啊 我相信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惊喜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等待他的办公室在回应我们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真的希望把这位这个人兄啊 可以请到我们的节目上 可以跟他有一个真正的真诚的认真的对话 我想要邀请他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鼓舞华人对于其他所有人的仇恨 对 他就是把华人变成一个受害者心态 我们每次在那边讲什么BLM那个时候啊 然后什么印第安人那个时候啊 墨西哥人这个时候啊 非法移民啊 怎样怎样 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堆受害者 就把自己种族的人变成受害者心态 对那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说 你也是受害者 华人都是受害者 你看现在韩国人也在欺负我们 但是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 Jay Chen他就是个共产党 没有任何底线 他就是要杀婴儿 对 他就是要统婚 他要的就是大政府 他要的就是提高水收 他的所作所为都很明显的说 他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时候 别人说他是共产党 他起来召集了一群华人 在那边闹 上人家门口举着大牌子 告诉人家要resign 在那边喊 你们到底喊什么 而且这里面居然还有 盛盖伯的市长丁严玉 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华人你不能因为 只是因为他是华人 你就支持他 华人我们不能再靠着肤色投票 我们不能再靠着血缘投票 我们要靠着价值观去投票 对就是你不要管说 是不是一个什么韩国人 跟一个华人在 It doesn't matter I don't care 很多华人 其实最喜欢听的一套 就是说 我们要选一个人上来 要为我们华人社区好 No 不要 如果有政客讲出来这种话 我觉得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美国 这根本就不存在说 是不是为华人社区好的事 要好 整个社区都好 因为不管你皮肤什么颜色 你是白人 黑人 你是黄种人 我们希望的都是社区安全 我们想要的好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针对华人群体 他就说出一些华人喜欢听的话 然后结果把华人骗得团团团 这些所有的这些华人 就是我们今天发到的这个视频的这些人 你不管是圣埃伯的市长 丁炎玉 还是这些华人的组织 还有团体 以及这些政客 我们要做的就是 不要去听他们讲话 我们也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我们也不要再听他们呼吁说 投票给谁 我们再也不要用什么肤色种族啊 这种血缘的投票 更不要因为说某一个华人当选 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脸上天光了 朋友们 你们没见过华人的坏人吗 出卖华人的永远是华人 以前那个黄飞鸿那个电影 然后说什么 英国人多坏啊 然后你看那个什么中华英雄那个漫画 哎呀 华人在这个旧金山这个地方挖矿啊 建铁路啊 然后怎样 把华人当猪仔卖给老美啊什么 卖的人是谁 全都是其他华人 所以说我们不要只因为 那个人是华人 就觉得说 哦 我们就一定要投他 我们的思想可以超过我们的肤色 可以超过我们的血缘 我们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你独立的东西 你身为一个个体独立的东西 不是你的肤色 你的肤色跟很多人很像 不是你的血缘 你的血缘可以跟很多人一样 而是你的思想 思想还有价值观才是真正重要的 思想价值观才是可以 引导我们的下一代 引导我们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变得更强的一个契机 而不是他们所用来激怒你 让你去一个人的竞选办公室 前面抗议的那些东西 实在是太丢人了 实在是太丢人了 用着华人的种族跟肤色 来煽动仇恨 这就是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居然口口声声的说 哦 是那个韩国人 在煽动什么种族说 但是人家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个人他就是支持一个什么 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人 目前我们看来 这些话都是他自己说的 他Facebook上面 他自己po出来的 他自己接受的采访 他自己说的 明明白白的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就是叫做共产主义 那个韩国人没有说错任何的东西 所以这次的活动 每一个华人 我觉得都应该 feel shamed about this 而且这些左派的自称是为了人民好的这些华人 他们愚蠢无知 他们故意的打着种族牌忽悠大众 而且让大家投票给一个支持共产主义的人 这些人全部都应该下台 这些组织全部都应该解散 所以在下一次选举中 华人的左派 像什么方树强 申爱博的市长丁掩玉 还有赵美心等等这些人 不应该再得到任何热爱自由的 美国 Chinese American的票 你来到美国 你就是为了要逃脱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人用着共产党一样的套路 继续忽悠你 让你给他们投票 所以我现在 希望这些人可以回去学习功课 他们既然已经在美国当官了 他们就要了解 美国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 立国之本到底是什么 宪法到底在说什么 不要什么也不知道 连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就可以带一堆人上人家门口 去大喊大叫 太丢人了 所以真的是把这些东西 学清楚学明白之后 再出来竞选吧 我们团结要团结在对的地方 我们不是可以随便就被人家煽动 种族是最容易煽动人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的种族 然后呢 我觉得好像我们被别人欺负了 所以就连结在一起 这是所有的帮派的行程 这是所有的暴力组织的行程 这是所有的没有必要要存在的 而且对整个社会有伤害的组织的行程的方法 就是利用人受害者的心态 如果说我们是刚强的人 如果我们是读圣经 然后我们是认为说 神大于我们的种族 大于我们的国籍 大于我们这一切 我们一切是要以价值观去投票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去投这个样子的人在我们的国会里面 我们不能再崇拜这些偶像 职位 还有学历 然后还有肤色 种族 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我们崇拜的东西 我们只敬拜神 我们只希望可以把票投给正确价值观的人 我们要抱着这个样子的信念去投票 不然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会被世界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随便你要怎么样 它一定会被他们污染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要是我们联络到这两位朋友的这个竞选办公室 如果我们后期还会出节目的话 那我们就会直接在我们频道上面发出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弗伊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